嗯 只想要健康 告诉我到底应该怎么做 一心七二二 七二二 聊一聊 艺人安心雅应邀为 卫福部国民健康署大跳722凉血压舞 宣导18岁以上国人养成正确凉血压的好习惯 注意自己的健康 而基隆市卫生局长张贤正 响应国健署政策 也带着民众一起跳大力推广 呼吁年满18岁以上的基隆市民好朋友 一定要重视正确凉血压的重要性 七二二凉血压讲的是 一个星期要凉七天 每次早上晚上要各凉一次 然后每一次要凉两遍 所以七天两次两遍 七二二这样子的口诀 根据一些医学的研究告诉我们 比起去看医生在医院在诊所的时候才凉血压 如果我能够在家用七二二来凉血压 这时候更能够预测我的血压 是不是有超过标准 是不是有被凉好的控制 如果我能够在每三个月 要再去看医生的时候 做好七二二血压的凉测 医师就可以帮我做比较准确的判断 帮我做药物的调整 这时候我就可以把握心血管的健康 不会进展到比较严重的心血管疾病 为什么要鼓励年轻人也要凉血压呢 这是因为有高血压的症状 已经不是中高龄民众才有 根据卫福部国民健康署的统计资料 台湾18岁以上高血压盛行率大约26.8% 推估大约有529万人左右罹患高血压 平均每四个人就有一位罹患高血压 因此鼓励年满18岁以上的年轻人 每年至少量一次血压 每次持续一个礼拜七天每天量血压 早晚各一次 每次量血压各两遍 才能够获得相对正确的血压数据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